那最后我们再针对我们今天谈过的这三个 现代行销的主要趋势 再做一个总结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谈到当前行销领域 最重要的三个主要的趋势 然后第一个趋势当然就是顾客价值管理 我们说顾客中心价值导向 现在已经是当前行销最中心的一个事项 我们要以顾客为中心来做行销管理 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以顾客为中心先收集资料 我们收到资料之后 我们就能够分析出每个顾客的这种 对我们公司的价值 然后我们就有办法根据不同的价值 根据不同的转换机率 为不一样的顾客来设计有针对性的行销方案 那么这样子整个做法 我们叫做顾客价值管理 当我们用顾客价值管理 我们会知道说我们要对什么顾客 然后用什么样的行销方法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个顾客接触 事实上行销我们要通过媒体来接触我们的顾客 在现代行销里面我们会大量使用这种数位媒体 我们讲说数位媒体很多很多种 但是不管我们用多少种的数位媒体 我们总是以我们的官网为中心 我们以我们的官网来作为我们整个数位行销的中心 其他的媒体基本上会在消费者的决策历程里面的前中后 跟消费者去接触 把不同阶段的消费者 在历程里面不同阶段的消费者 带到我们官网里面的不一样的入口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不一样阶段的消费者 进行不一样的转化 所以基本上现在数位行销媒体的使用 实际上是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 我们前半段要跟大家做研讨的一个重点 那么最后我们谈到商务数据分析 那我们讲过说 不管你是要做顾客价值观也好 不管你要做行销媒体也好 当我们在制定这些顾客的分群也好 顾客的针对性策略也好 不管我们是要来选择媒体也好 还是要决定媒体的操作策略 通常我们都是要靠这个数据分析 来帮我们做我们这个行销决策的 我们通常都希望是透过数据分析 来对我们做这个行销策略的规划 所以基本上你会看到说 其实这三个趋势 它们其实是互相是有关联的 不是独立存在的三个趋势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顾客价值管理 把它看成是我们这个行销的后台 在这里我们以顾客资料为中心 然后这个透过选择性的吸收发展跟保留 来建立并且维持一个理想的顾客组合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数据媒体 看成是行销的前台 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 我们以我们的官网为中心 然后透过各式一样不同的这个数据行销媒体 在消费决策里程的前中后段 分别跟消费者不停的接触不停的沟通 那么想办法把这个原本对我们陌生的这些消费者 把它逐步转化成这个对我们忠诚的这个顾客 那当然这个我们操作这些内外台 我们操作我们的前台后台的时候 都会产生一些内部数据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些内部数据呢 跟我们从外部抓回来的这些 internet上面抓回来的外部数据 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么我们用这些数据去建立一些预测性的模型 然后根据预测的结果 来调整我们的前后台的这个策略 在前台这边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数据行销媒体的选择 跟这个媒体操作的策略 在后台这里我们就是不停的调整 我们的这个顾客吸收发展跟保留的策略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一句话 就把这三个这个主要的趋势把它连接起来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以顾客价值为中心的数据行销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就是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策略规划 所以这句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 现代行销的三个这个主要的趋势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就讲到这一边 那下一讲呢 我们会讲这个我们第一单元 也就是这个大数据的数据行销里面的最后一讲 那讲完了数据行销之后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大数据的商务以涵 我们下期志的大数据行销里面的最后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